後面大概壓距條多少? 一點點 沒關係,那裡就先這樣做 MQB MQB 哈囉,車友們,大家早安 我是台中KT避震器的經理 我剛好自己也是VH車系的車主 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開這台Superbee對吧 所以今天有車友來改裝避震器的話 就開個直播影片跟Superbee的車友來做一下分享 今天這台車好像都是原廠的 輪胎有換過,輪胎的話 49吋已經有升級普利斯通S007A 普利斯通的S007A S007A它的胎幣會比較硬 這台車其實它原廠 大家都知道它原廠的懸吊 就有比一般版本還要低 大概剛剛,這是2018年的嘛 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輪胎的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是32到33mm 但是車友也沒有要降到什麼海拉風之類的特別低 還是要維持一般行路的方便性 所以等一下會大概降低一指幅 本來是兩樣子要剩下一指幅左右 因為這個輪胎也是原廠規格 輪胎是19吋的23540 2354019 原廠避震器因為一般改裝 像這個MQB底盤的話 大概安裝避震器的公時 大概是四五個小時吧 但這台車因為我們拆裝太多太多 尤其是Golf的車友 所以我們拆裝MQB底盤 速度非常快 像大概現在才施工 大概30分鐘吧 大概才施工30分鐘 前面兩支避震器已經拆好了 後方的話拆一邊拆好了 所以這台車在拆裝的時候 就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如果對像這樣歐系的底盤 或者是對MQB的底盤 沒有特別了解的話 拆裝的公時就會特別久 有的可能要拆傳動軸 有的可能要整個仰角前面 整個仰角全部卸下來 其實不必 它要只要把三腳架 旁邊的三顆那個三腳架 合上頭把它拆卸掉 稍微有一個角度就拆下來 所以我們拆裝這台車的時間 甚至是比剛剛第一部車 今天施工的第一部車 日系的TOYOTA CENTA 還要更快 因為我們對這台車底盤 MQB的了解還蠻多的 當然也要謝謝車友們的捧場 如果沒有車友的捧場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幫車友來做服務 我們來解說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這台車MQB前面就是一樣 像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跟前一個世代的SUPPORT B的話 是差不多的 都是插入式的仰角 所謂插入式的仰角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所謂插入式的仰角 就是它仰角是一個包覆式的 它不像日系車有兩顆螺絲的方式 所以插入式的仰角 在拆裝上 就需要有一些特徵的技巧 那上座的規格 它跟前一個世代的SUPPORT B也不太一樣 這個世代呢 就是跟GOLF的7代 MQB的零件是共用的 它的原廠還是以舒適 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那SUPPORT B的話 就沒有像阿塔 它有分大洋角小洋角 SUPPORT B的話 一律都是大洋角 所以這個都是大洋角 使用的規格 這個是原廠避震器 而且這一台車 從前一個世代的VHG車系 到現在的話 它的前面避震器都很特別 一般我們前面賣花城的避震器 都會分左右邊對吧 但這款車 它的前面避震器 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它的避震器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後方的話 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MQB它的整體長度 會比較長一點點 因為它下座固定的位置 是在下肢壁上 那如果是上一個世代 它的避震器下座的固定位置 是在仰角 所以它的整體長度 會比較短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那它的阻尼的話 當然會比一般日系車 還要來得更Q 畢竟歐系車它的阻尼質的話 還是會比較強一點點 它本來這個後方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是要沿用原廠 那個上座的話 幾乎到車損壞了都還不太會壞掉 除非因為它上部有一個橡皮 橡皮的話我們大家都知道 橡皮最怕油脂 如果這個上座水一般都沒有關係 可是盡量不要讓它的上座 橡皮的部分泡到油脂 油脂的話就會縮短到它後面上座的壽命 上座的話要沿用 然後改了KT之後 屬泥軟硬度的話就變成能調整 所以軟硬度的話 我拿一個KT的來 來 乘這個地方 這個是改裝 待會要裝上去的KT的避震器 它的上座的話 從這個地方 可以做軟硬度的調整 如果由上往下看 順時針 它有一個一個的手感 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立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做對稱 這個是等一下KT要裝上去的避震器 至於彈簧的部分 來 原廠的彈簧 它的長度 比較長 那改裝KT之後它比較短 可是改裝成KT之後 它有一個調整機構 可以來調整它的高度 這個是後方Superb 我們是配上面是寫8 但是它的實際的公斤數 是7.7公斤 這個是後方的調整機構 那後方的車高調整 就是靠這個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如果我把這個的長度調長 這個長度加長之後 加上彈簧的長度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側高就會變高 那縮短的話 側高就會變低 最低的話大概就輪胎到 葉子板可以切齊的幅度 所以它能調高的調低的範圍 就是這一節 這一節牙距的範圍 就是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 這是後方的彈簧 那師傅都還在持續安裝當中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哪一邊裝好的 可以開直播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好像都還沒有 那我們來說一下 MQWB的底盤 有一個還蠻不錯的地方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後肘 後肘多連桿的結構 在降低之後後輪的話 Camber的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幅度會變得比較多 所以容易吃輪胎的內設 可是這個MQWB的底盤 非常棒 它有兩個角度能調整 一個是竖角 多連桿的 一般來說 不論日系車 遊戲車 通常竖角一定會有一顆螺絲 能做調整 Camber的部分的話 就每一個車廠設置不太一樣 那MQWB的話 這個Camber的角度 也有一顆偏心螺絲 能夠做微幅的調整 所以變成降低之後 需不需要改裝仰角 調整器 以這台車來說 如果沒有做出 想要很趴很趴的 特殊的角度的話 是不需要 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的 那如果像是 降到半指幅左右的 那一顆偏心螺絲 都還能夠對應得到 所以不需要再多改裝 仰角調整器 所以這個是VHG底盤 還蠻厲害的地方 後方的話它有兩個角度 都能獨立調整 雖然偏心螺絲 能夠調整範圍不多 但是至少能調整 就能夠對應到 大部分車主想要 或能夠不磁態的一個角度 那有的是要做海拉風 可能 幅度三度四度之類的 那就不行 那一個的角度 就一定要改裝後方的 仰角調整器 但是有可能 車主對車友們 對這些比較不了解 那我把鏡頭 帶到大家 用鏡頭來說明 零件應該會比較清楚 好 這個是後方 後方的避震器 這個世代 已經變成是下座固定點 在這個地方 那前一個世代 避震器的固定點 是在仰角後方 所以前一個世代 的避震器 比較短一點點 那仰角調整器 指的就是這一支 那原廠的話 是有一顆偏心螺絲 能調整而已 所以就很棒 那下方的 這個是 竖角的調整 是在這個直壁的內側 那邊的話 有一顆偏心螺絲 有一邊 後方要遠一點 安裝好了 好 那我把鏡頭 移到另外一邊 但是今天呢 禮拜六 沒有小幫手 可以幫忙 所以鏡頭會 稍微比較晃一點點 車友的話 再包含 多多包含一下 這個是後面 已經裝好了 那我去拿一個燈好了 有一點晃 好 固定好 就不會晃了 來 這個是後方的 避震器 它在上座的地方 這裡 阻尼調整 就是從這個地方 那調整 Hilo Key 就是彈簧的一個 調整機構 我看得到 看得到 好 從這個地方 它的上橡皮 還有下橡皮 都要沿用原廠的 那這裡有一個 調整的秘訣 就是如果我們把這個長短 筒聲的長短 它也能調整 可是筒聲的長短 它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改變車高 主要是要靠彈簧這一端 可是如果我把這個筒聲 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那糟糕了 這台車鐵錠不好做 所以後方的安裝技巧 就是在這個筒聲的長短 我們不要把它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預載就會過多 所以這個是Support B的後面 那這台車厲害的地方 才不是也不算是底盤 它有很多厲害的地方 譬如說 EA888的引擎 它的改裝潛力 超級超級大的 像經理之前 EA888寫到二階 300出頭B就非常非常的順了 前面右前好像安裝好了 來我把鏡頭移到右前 前面的介紹比較簡單 前面的介紹像現在幾點 現在是10點11點 10點55分 我們大概安裝了不到一小時 進度大概是1 2分之1 好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它的避震器 沒有分左右邊 沒有分左右邊 所以前面的話2.0的 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彈簧 彈簧在這裡 8公斤的 然後KT的用料也都相當的不錯 KT的話不只是高低能調整 軟硬度的話也能調整 軟硬我看一下要怎麼介紹 好有一點晃 來我把鏡頭移到上座 這台車比較簡單 有的車在調整組織的時候 需要把它的所有零件都拆掉 那這個MQB的系列的話不用 這裡有一個擋水飾板 這個掀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 這裡有一個突起的旋鈕 KT的LOGO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軟硬度的 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對算很方便 這一顆就是經理最喜歡的 其實EA888現在的渦輪引擎 當然大家都知道很強悍 但是最厲害的當然是要配上DSG 如果這顆引擎配上CVT的話 整個就都弱掉了 所以引擎棒 然後變速箱強 所以它的改裝潛力就非常非常雄厚 厲害的車真的很厲害 很均衡 不論底盤 不論動力 甚至是這樣的車重 配上它的一個動力的話 油耗的話也都非常非常漂亮 高速的話隨便都十幾 來這個 這裡的話就是車高調整 前面是賣花層 那前面的拆法 有的需要拆傳動軸 拆傳動軸的話就比較麻煩 因為這顆螺絲 它有特殊的規格 然後鎖附的時候 就要200牛頓米 但是我們拆法 是不需要拆到傳動軸 所以拆裝的速度 跟效率的話就會快很多 它KT的用料 用的是 像是 義大利IP的煮米條 然後油風的話是使用日本 NOK的油風 用料都相當的棒 那如果Support B的車友 現在在直播線上 有問題的話都很歡迎 立刻傳訊息 我會把鏡頭 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這個車都還很新 這台車是2018年的 所以底盤 都還 狀況都還很棒 如果我們拆到的是 底層數比較多的 可能這個 三腳架的部分 橡皮鐵套 或者是這個離仔串 都會特別在檢查一下 這個車還那麼新 所以這些 狀況都很棒 這個車超亮的 好像鏡子一樣 後面的話我們正在拆裝 來我現在手持鏡頭 所以我來跑到後方的底盤下方 來告訴大家 它的CAMPER 它的竖角跟羊角 分別要怎麼去調整 這個是下直幣 它的彈簧基柱在這個地方 如果要做定位的時候 有兩個角度能調整 這個是 這裡就到了 這個 這顆螺絲 鏡頭在以下 這個 這個偏心螺絲 就是在調整 竖角的TOE 頭印 然後 那個羊角的上方 這顆螺絲 對焦 好了 這顆螺絲 就是在調整 後輪的CAMPER 所以這個底盤棒不棒 超棒的 因為它的後輪兩個角度都能調整 如果 兩個角度都能調整 還做到會吃胎的話 那輪胎行定位店要打屁股了 這台車還有LMK 它有 原廠有的是有配到 那個電選 電選的話也都可以改裝 像經理自己的 143也是有電選的 也都可以改裝 那我們工廠裡面 有提供實車 有實車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試乘 如果車友們想要試乘 像今天的車友 來安裝之前 也在上個禮拜 還四個禮拜忘記了 如果來我們工廠裡面試乘 試乘之後有覺得滿意 才是預約今天要做安裝的 還有一台車友 又有一台車友來了 但是會拍到車牌 好那我們已經安裝完成了 如果車友們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傳訊息 私訊的話也可以 傳公司的LINE也可以 傳公司的LINE的話 比較多人在回覆 但是都要上班時間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